路加福音第六章27到38节 就给他 有人夺你的东西去 不要再要回来 你们愿意人怎么带你 你也要怎样带人 你们若单爱那爱你们的人 有什么仇谢呢 就是罪人也爱那爱他们的人 你们若善待那善待你们的人 有什么可仇谢的呢 就是罪人也是这样行 你们若借给人 指望从他收回 有什么可仇谢呢 就是罪人也借给罪人 要如数收回 你们若要爱仇敌 也要善待他们 并要借给人不指望偿还 你们的赏赐就大了 你们也必做至高者的儿子 因为他恩待那些忘恩的和作恶的 你们要慈悲 像你们的父慈悲一样 你们不要论断人 就不会被论断 你们不要定人的罪 就不被定罪 你们要劳恕人 就必蒙老树 你们要给人 就必有给你们的 并且用十足的身斗 连摇带岸 上奸下流的 倒在你们的怀里 因为你们用什么良气 量给人 也必用什么良气 量给你们 大家平安 不晓得你们有看书的吗 如果你有看书的话 就恭喜你了 因为在这个世代当中 很多人看手机 看平板 已经开始不再对 这个纸板的书籍有兴趣 我记得小时候 我爸爸的这个的书厨的里面 有一套的书 我看来看去都看不懂 因为呢 它里面所描述的东西 实在是太深 这一套的书呢 就是这个荧幕上的这一套 就是这个基督三恩仇记 我那个时候看不懂 是因为它里面 实在有太多的恩怨 不过呢 我今天再去查一下资料 原来这本的书是非常出名 而且有很多的电影公司 甚至电视台把它翻拍 甚至也有一些的国外的 就是改成现代版 他们就用它的故事的桥段 改为现代版本的 然后就有很多的人 都非常的被它影响 因为它这个小说 实在是太精彩了 就讲到呢 一个年轻人呢 它被这个仇敌陷害 它的好朋友陷害它 然后呢 它们它就坐牢 所以坐牢以后呢 它就失去了一切 它的家庭 它的女朋友 嫁给了仇人 所以呢 它出狱以后呢 它就得到一笔的财富 它就成为了富翁 它就改名 然后呢 它就回去呢 开始它的这个复仇的大计 它就把自己的名字 改为基督三伯爵 然后呢 在这个 这几十年里面呢 把它们的仇报了 所以真的是有恩报恩 有仇报仇 在这个的小说里面呢 这个基督三伯爵啊 他说一句话 他说世界上最美好 最伟大 跟最崇高的事呢 就是报恩跟惩罚 因为他自己受冤 然后呢 当他完成这些的仇恨 报完以后呢 他觉得说 人生的这个目的达到了 所以今天啊 这些的小说 就非常的吸引人 因为我们就看到 在小说的里面 看到一个人 怎么的含冤 到他后来 怎么的报仇 哇 那个的过程 真的是非常的 让人热血沸腾啊 最近啊 在这个韩国的电视剧 也有拍一部叫做 模范电视计程车 我不懂你没有看过吗 啊 也是讲 也是他是 就是也是引用了韩国啊 现在在当这个 他们的这个新闻里面 所发生的一些案件呢 去改编 然后呢 就让这些的啊 这个的主角 很帅的这个主角呢 他去做这个报仇的 这个的行动 哇 真的是非常的精彩 哇 每次看到那些坏人 被惩罚的时候 你的心中真的是 暗暗的叫爽啊 为什么呢 因为看到这些坏人 得到他应有的惩罚 不久不久啊 之前呢 啊 有一个叫做什么 这个这个 延喜攻略 真的是很火了 这个这个的电视剧 哇 很多的 很多的这些的姐妹呢 就是被他吸引了 啊 也有很多的弟兄呢 也去看了 因为真的拍得很漂亮 那个的场景也做得很美 就讲到有一个什么 啊 一个的叫做 魏英露的这个的 这个的宫女呢 从一个小小的宫女 一直到他做了这个 王帝的这个的妃子 然后呢 在当中呢 也做了很多 啊 就是他含冤啊 他就为他的姐姐 要找出这个的 这个的冤契的时候呢 他就一个一个的 就是谁对他不好 他就报仇 然后呢 就让他们怎么样呢 就让这些的仇呢 抱在他们这些 这些坏人的身上 哇 每一次看的时候 就是大家都会觉得说 哎呀 真的是看到 心中真的是很 很安慰 因为看到坏人遭报 所以我们华人不是 有一句话叫做什么呢 就是有仇不报 非君子吧 然后呢 我们还有另外一句话 对不对 另外一句话叫做 君子报仇 十年不晚嘛 所以那个 那个人要报仇呢 就 就宁愿了 花十年的时间呢 就是要把这个 大仇报了 因为呢 不报的这个仇呢 叫做不是君子了 所以在这个日本呢 也有一个电视剧 讲到这个银行家 叫做半折直述 他也是在当中 就是受冤屈 被人被这些的上司 害他 他的最经典的 那个台词就是 你牙还牙 我要百倍奉还 所以你 你敬我一尺 我就敬你一丈 所以你今天做初一 我要 我要做你的十五 所以就看到那个坏人 全部向他下拜的时候 哇那种的心情 真的是你可以想象 真的是开心得不得了 由此可见呢 这些的报仇的 这种的血恨呢 这种的电视剧呢 真的是常常是叫人 看了又看 看了又看 因为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看到 恶人招报的时候 我们心中就凉了 真的是天有眼 然后呢 终于看到恶人招报 弟兄姐妹 今天当我们来看回 我们今天要看的经文的时候 其实 他是跟我们上个礼拜 看的那段经文 是细细相关 或者讲说 他其实是在一起的 耶稣并没有要把 这段的经文 分成几段 这样个礼拜 如果你还记得的话 我们是看的这个 是在这个 路加福音的 六章十七到二十六节 这边就耶稣 其实是记录了 耶稣的这个 平原宝训 平原宝训呢 虽然是一个比较短 很像这个登山宝训的 这个的 这个的讲 这个耶稣的这个的讲章呢 可是我们清楚的知道 他并不是在讲 同一件的事情 因此我上个礼拜 就给大家讲这段的时候 我给上个礼拜的那段经文 起名叫做 奇游池里 为什么呢 因为耶稣讲的这个东西 实在让人 真的是听不下去 什么是 富人反而是有祸了 然后什么 喜笑的人有祸了 然后吃饱的人有祸了 人家都称赞你的手 有祸了 然后有福的是什么 是那种恶肚子 被人欺负 然后那种是贫穷的人 甚至大家都去逼迫你的手 你就是有福了 为什么呢 因为这个才是真正的 所以我们就讲说 哪有这样的道理 所以我上个礼拜 就给这个道 这篇的道就起名为 奇游池里 当然 奇游池里呢 接下来我们要看的呢 其实是同一篇的讲章 所以呢 我也给它 起名叫什么呢 我也给它 起名叫做 理所当然了 所以奇游池里以后呢 理所当然 这个事情一定会发生的 为什么呢 因为这个有理了嘛 有理的是 当然就要发生这些的事了 所以弟兄姐妹 今天我们来看这段的经文 是在路加福音第六章 第27到第38节 路加福音六章 27到38节 如果你有圣经的话呢 也请你拿出你的圣经 我们来好好的看过 这一段的经文 这段的经文不太容易 去解释 因为它实在让我们看到很多 好像是跟我们所知道的 这个的信仰的一些的做法 是很不一样的 所以今天我们要好好的看 像你打开了以后呢 大概可以看到 在27节一开始的时候呢 耶稣就说 我只告诉你们这些听到的人 他讲你们的这些仇敌啊 你们要爱他们 恨你们的 你们要带他们好 咒诅你们的 你要祝福他 凌辱你们的 你们要为他祷告 所以耶稣在这边呢 突然间呢 就讲到这个要爱仇敌了 上一个奇优词里 是在讲到这个 人家逼迫你的时候 你会 你就有福了 这个时候耶稣就突然讲说 你要对人家好 要什么呢 要与德抱怨 不要人家对你不好 你就以眼还眼 以牙还牙 而是真的是 人家打你 你就怎么样 你就对他好 结果下来就是 我们基督徒 常常会被人家 笑的一段的经文 就是有人打你的这边脸 你的另外一边脸 也给他打 有人躲你的外衣 连内衣都给他拿去 所以呢 怎么样呢 你打我的左边 我也给你打另外一边 所以今天很多人讲 基督徒是傻的 对不对 打他左边的脸 他给你打另外一边 来来来 就是去打基督徒的脸 对不对 所以我们对这段经文 我们有的时候 要讲的时候 觉得很无奈 因为耶稣确实是这样讲 可是这样讲的时候 我们又不能够这样做 因为这样做真的是 好像很吃亏嘛 对不对 跑去给人家打 我们看下去 三十节这个人说 凡求你的就给他 夺你的东西 就不要要回来 所以你给人家打抢 不要去拿 给人家拿掉 应该是这样子嘛 如果按照经文的解释 应该是这样嘛 所以接下来 耶稣也说什么呢 他就说 你们愿意人家怎么带 你就怎么带人 所以你们当然爱那些 爱你的人 又有什么可以酬谢的呢 罪人也爱他的人 你如果善待那些 善待你的人 有什么酬谢呢 若是罪人也是这样行 因此呢 你就应该好好的待人 所以吃亏一点不用紧 因为这个就是耶稣的教导 要我们怎样呢 要我们就算吃亏 也要表现出基督的爱来 所以人家给你借钱 就不要跟他收回 给他 所以就是 他讲如果你要借钱 又要人家收回的话 他讲罪人也是这样子嘛 所以我们就怎么样 基督徒我们借钱 就不应该拿回了嘛 接下来怎么呢 他就说你要爱仇敌 要善待他们 要指望 如果是借给人 不指望偿还 你的赏赐就大了 哇这段的话就奇怪 借钱还不要人家还钱 真的是基督徒 不只被打脸 被拉衣服 还被吃亏到这样子 耶稣还说还要什么 还要不要指望回人家还钱 哇这样的赏赐就很大 因此我们看的时候 我们就觉得哇好难哦 然后后面耶稣就讲说 你要慈悲 像你的天父慈悲一样 你的父慈悲一样 过后呢就补多两句了 他说你不要论断人 就不会被论断 你们不要定人的罪 就不被定罪 你们要劳恕人 所以弟兄姐妹 我们要彼此的劳恕 不要论断人 所以呢因着这样子呢 最后他就说 你们要给人 必有的会给你十足的斗身 就是他讲什么呢 就会必有给你的 并且用十足的斗身 并且连摇待岸 上奸下流就倒在你们的怀里 所以对一个人来讲 你们怎么样呢 当你去给人家的时候呢 你要全力去给他 因为呢 当你愿意给的时候呢 上帝也会给你 你去帮助的时候 上帝也会祝福你 所以呢 你给人家的时候呢 上帝就用那个斗身啊 来把那个东西是连摇待岸的 倒在你身上 斗身是什么呢 我去查了一下 斗身其实就是这个当时 古时候的人呢 他用来做这个量 就是蹭这个食物 或者是量这个食物的 以前是没有蹭重量的 那个时候 他们是用这个斗身 就是一个好像这样的一个的东西 就是挖了以后呢 这样就是为一斗 然后或者是一身啊 所以斗就是 斗身就是这样的样子 就是挖在里面 所以你去买米 它不是称重量 它是称多少斗 所以趁那个这个斗呢 放进那个米缸的时候 它就挖上来 它就会摊平它 所以摊平了以后呢 那个就是一斗了 所以他这边讲连摇待岸是什么意思 就是他拿上来的时候呢 他就摇它 那我们都知道米粒 你摇它的时候 它就会往下沉 所以它就会变成更扎实 其实它就更多了 它的重量就更多 所以这样的话呢 会放更多一点 所以就是你给人家多一点 上帝也会给你更多 而且是 那个连那个斗身这样给你 因此呢 这个斗身呢 就让我们看到呢 这个就是 你要上帝祝福你是吗 所以你就要给人家了 就是用这样的方式 所以呢 上帝在后面他就讲了一句 他讲你用什么凉器凉给人 也必用什么凉器凉给你 所以因着这样子呢 我们看完以后呢 所以我们可以得到的 这个属灵的教导 大概是什么呢 大概就是 第一 我们要爱仇敌咯 第二 如果被打左脸 打右脸 给他打咯 对不对 给他挖 抢外衣的时候 内衣也送他 不要跟他求了 不要跟他争 要忍耐 就是人家欺负你 你要忍耐 有求的就要给他 对不对 然后呢 人借给人也不要收回来 然后呢 也不要论断人 也不要定人家的罪 不要定人的罪 当然最后就是饶恕人了 所以因此呢 我们就看到呢 这里就是我们 从这段经文里面 可以学到的 这个属灵的教导 弟兄姐妹 如果这样的话呢 按照字面来看的时候 确实真的是 在讲这些的东西 这些也是原来呢 很多的这个的牧者呢 都喜欢 把这段的经文 分成很多的部分来讲 他就把爱仇敌呢 这个部分拿出来 就是单单跟你讲 如何去爱仇敌 要怎么的爱 如何 人家打你的时候 你要学忍耐 怎么忍耐呢 打左脸 打右脸 对不对 抢外衣 抢内衣 所以如果是这样的话 真的就是很明显的看得到 这就是我们从当中 所看到的 所以呢 在里面你学到什么东西呢 其实就是要学 如何的爱仇敌 所以我们讲 哎呀爱仇敌很难 为什么呢 哎呀我的仇敌 对我这么不好 我还要去爱他 他还要给他 给他对他好 真的是不容易 所以呢 学到的功课 就是要学爱仇敌 弟兄姐妹 如果是这样看的话呢 确实字面上的解释 真的好像这样而已 不过当你把整篇看下去的时候呢 你就知道耶稣并没有有意的 把他分成很多个小部分 这里不是讲很多的小的教导 而是他其实是 整个的讲章是一贯的 从头到尾呢 就是一篇的讲章 而且是针对不同的人 讲不同的需要 这样我们重新来看这段的经文 去细细的理解 到底耶稣要讲的东西是什么 好 那么我们就要来看这个上文 在讲什么了 那如果弟兄姐妹 我们还记得的话 我们在上个礼拜的经文 我们就看到呢 耶稣从这个 第六章开始 路加福音 他的名声已经传遍了加利利 不单单是在加利利 而且是在这个犹太全地 撒马阿耶路撒冷 甚至名声也传到了 推罗跟西顿 这边都有好多的人跑来 就要拥戴耶稣 要去摸耶稣 因为耶稣有能力从身上出来 大家把他当成明星这样 要拥戴他 要捧他 所以耶稣在这个时候 他就知道不对 因为他明白了这些的人 不是真正的是要来得到上帝的国 而是真正的只是来把他当明星 把他捧在上面 所以耶稣在这个时候 就在平原的时候坐下来 在平原的时候坐下来的时候 就教导关于门徒这些的事情 所以上个礼拜 我们看这个平原宝训的时候 我们就看到耶稣如何的去教导门徒了 因为二十节 他一开始的时候 耶稣就讲说 他举目看门徒就说 说什么呢 就说了上个礼拜 我讲的就是 其有此理的这个道理了 就是讲到呢 这些贫穷的 饥饿的 哀哭的是有福的 反而富足的 饱足的 喜笑的是有货的 所以呢 耶稣讲了这个东西过后呢 我们就看到呢 其实耶稣要跟这些 跟从他的门徒 告诉他们 成为耶稣的使徒 或者门徒呢 他最终是会面对 逼迫 而且呢 这个逼迫会导致他们贫穷 饥饿哭 甚至人家会恨他们 所以 当他们面对 这样的情况的时候呢 耶稣说 这是必然发生的 而且当这些事情 发生的时候 你们就有福了 因为这是 跟从他的这个 在这个世界上 会面对的情况 所以弟兄姐妹 我们看到使徒 他们在开始 建立教会的时候 在耶路撒冷 我们就看到呢 这些的基督徒 开始的时候 是很受欢迎的 大家都喜爱他们 可是久而久之 犹太人就开始 觉得不对路 后来就开始逼迫 甚至我们看到呢 这个尸体反 在耶路撒冷 就被杀了 过后我们看得到呢 在耶路撒冷的 这些的 这些的犹太人 就开始去抓了 去会堂里面 抓这些的基督徒 把他下到建脑里面 这样最出名的那个人 大概就是谁呢 也就是扫罗 就是保罗的前身了 所以我们看到呢 在当时呢 这个的 不管是在耶路撒冷 犹太人就面对 这个犹太人的逼迫 甚至我们看到 教会后来发展 保罗把福音 传到罗马全地的时候 在罗马的地方 这些的家庭教会 在建立起来的时候 他们也面对逼迫 所以呢 在早期的教会呢 罗马全地 不同的地方 也有对这个教会 有不同的骚扰 抓拿他们 杀害他们 所以一直到什么呢 我们看到呢 后来就当这个 祖后64年以后 就是罗马的王帝尼路呢 当他做这个王帝的时候 他公开 全国性的去逼迫基督徒 那个时候的基督徒 就是你身为基督徒 你的下场就是被抓 甚至被绑在柱子上 点火烧死 或者丢在这种的 斗兽场里面 就是去喂狮子啊 喂老虎 作为一个的 作为一个的娱乐的 一个的节目 所以耶稣就讲说 人为人子 恨恶你们的时候 你们是有福的 所以耶稣就跟 很清楚的说到 当逼迫来到的时候呢 他那些的门徒们 他们会面对的是什么 就是会贫穷 会饥饿 会哀哭 会被人恨恶 所以因此呢 这样的人是有福的 因为逼迫临到 这是耶稣一早就说了 这是你必然会遇到的 那讲完这个前上文 我们今天来看今天的经文 今天的经文 记载在第27节 上面的那一段呢 是针对门徒讲的 27节的时候 耶稣就针对全部人讲 包括门徒了 就是你们这听到的人 所以因此呢 当大家身为门徒的时候 你要首先明白 作为耶稣的门徒 是会面对逼迫 这个逼迫会让 你的生命可能会因此而死去 所以耶稣讲到 背十字架 所以在这个时候呢 你就讲说 那个不关我的事 只是关使徒们的事 关这些门徒的事 我只是一个平信徒 就是这样而已 耶稣讲没有啊 耶稣讲说 你们这些听到的人 你们要注意了 他说你们的仇敌 你们要爱他们 恨你们的 要待他们好 咒诅你们的 要祝福他们 凌辱你们的 为他祷告 你就看得到这里 忽然间 耶稣跟他们讲 要爱仇敌 这个的仇敌呢 耶稣就告诉他们 要如何的去爱他 是爱什么呢 就是讲说 你们要不同的方式 去爱他 当时当这个 罗马的尼路王 逼迫基督徒的时候 其实也就是当时 这个路加福音 面世的时候 当时这些的信徒们 因着信耶稣的缘故 被抓到狮子坑里面 被丢到这个斗兽场里面 被杀的 被卖的 很多很多的人 他们失去的 所以这些的仇敌是谁 就是那些 逼迫他的人 弟兄姐妹 现在我们看到 耶稣在这里跟你讲 那个仇敌 不是你们家邻居 跟你 有吵架的那个阿姨 不是那个 在你公司里面 那个很坏的老板 很难爱这些的仇敌 耶稣没有跟你讲这一些 耶稣讲 现在你们的仇敌是谁 那一些是要杀你的 要把你抓了 放到那个狮子坑里面的 甚至要出卖你 要杀害你 因为你是基督徒 他们就要做这样的事情 所以这个的仇敌 才是真正耶稣在这边要讲的 他讲你们的仇敌 这些的人这么坏 要杀害你的时候 你要做什么 你要说杀我的 我就杀他 他做初一 我就做十五 耶稣没有 所以说什么呢 耶稣就说仇敌来到的时候 首先我们看 他说这些的仇敌是什么 恨你们 咒诅你们 凌辱你们 打你们 打左边打右边 抢你们东西的 身为基督徒 当你面对这些的事情 在你的身上的时候 你应该怎么做呢 耶稣说 爱他们 待他们好 祝福他们 为他们祷告 他打这边 给他打另外一边 然后抢你的东西 不要再要回来 就让他去吧 所以因此 我们就看到呢 在这边 耶稣就讲说 你要用反方面的方式 人家对你不好 你反而要对他好 用人家恨你 你就要爱他 人家咒诅你 你就要祝福他 凌辱你的 你祷告为他 你讲说这样很难 是啊 耶稣讲很难 所以他先做榜样 所以弟兄姐妹 当我们看看我们的耶稣 我们看看他的生平的里面 请问耶稣 有没有一样的 面对仇敌的这些的 这些的事情呢 耶稣有面对仇敌恨他 咒诅他 凌辱他 打他 抢夺他的东西吗 我们看到 在整个的福音书里面 耶稣确实是面对了 他的仇敌 对他做了 每一件的事情 而且耶稣怎么回应他们 耶稣就是这样的回应他 换句话说 今天耶稣告诉你要爱仇敌的时候 他首先成为你的榜样 他自己承受了这一切 他先让你看到 身为一个人 是可以如此的去爱自己的仇敌 耶稣先做了 耶稣身为一个人 他是用这样的方式 成为我们的榜样 所以他说 这些的仇敌你要爱他 对不对 恨你们的你要带他好 咒诅你的你要祝福他 凌辱你的要为他祷告 你说哪里有 有 弟兄姐妹还记得吗 除了这一些 在耶稣平时 在加利利做的时候 这些法利塞人 不断的去攻击他 那些我们就知道 我们看到 耶稣在最艰难的时候 被钉十字架的时候 他被挂上去的时候 耶稣说什么 父啊 赦免他们 他们所做的 他们不晓得 哇 这个是什么啊 弟兄姐妹 你讲说这个就是一个赦免 赦罪的一个的祷告 是在十字架上 向着他的仇敌所做的 所以耶稣今天就展现给你看 你讲说 耶稣因为你是神的儿子吗 我们又不是神的儿子 我们怎么做呢 有吗 弟兄姐妹 其实有的 在早期教会的时候 我们很清楚知道 当尸体反 面对这些犹太人 对他大吼大叫 拿着石头 要把他杀掉的时候 尸体反说什么 求主接受我的灵魂 主啊 不要将这罪归于他们 说了这话就碎了 弟兄姐妹看得到吗 这里耶稣做了 尸体反也做到 就是被人家逼迫的时候 尸体反也是为着这些 逼迫他的人来祷告 用这样的方式去回应这些仇恨 这样就让我们看到 这就是当时 我们可以做的 弟兄姐妹 今天耶稣这边 不是跟你讲说 哎呀 我们的公司里面 一个死对头 我们的邻居的一个死对头 哎呀 我们去爱他 不是 耶稣说 因为我的缘故 信耶稣被人家逼迫的时候 耶稣很明显的告诉我们 就算这么极端的迫害 你也不能够怎么样呢 咒诅他们 或者呢 以牙还牙 反而是用爱去回应他 用这样的方式才是真正你要做的事情 接下来看得到这一段是我们常常怎么样的 非常难解的经文 也就是这一段说 有人打你这边脸 连那边也给他打 确实有很多人就笑基督徒 这个基督徒就是傻的 打他的脸左边 他就给你打右边 是不是 弟兄姐妹 我想问一下 请问耶稣有被打过脸吗 其实耶稣有被打过脸 我们知道耶稣当他面对这个 祭司长的谈论的时候 这个差异就打他了 对不对 所以耶稣就被打 耶稣不只被人家用手掌打脸 耶稣甚至还被比拉多拿去鞭打 那个的鞭 如果你去看的时候 这个鞭 你看得到就是他鞭下去的时候 不只是皮鞭 上面还有这些的 这些的小小的骨头 碎骨头 打下去的时候 会造成那种的疤痕 所以耶稣被打 当耶稣讲的时候 打左边跟打右边的时候 我们就看到耶稣在全城的里面 他并没有因着被打的时候 就打回人家 反而耶稣是默默的承受 忍受这一切的痛苦 所以当耶稣跟门徒 跟我们跟这些听众讲的时候 他说打你的这边脸 另外一边给他打的时候 其实他在讲他自己 他讲他自己的同时 也告诉我们 我们也要像他那样 因为后面我们看到 你们要学你们的天赋的 这个慈悲 像你们的天赋一样 我们要学我们的天赋 所以因此呢 我们看到呢 不只是耶稣被打 我们看到保罗也是这样子 对不对 当保罗在 在这个大祭司的面前 那个大祭司也是打他的嘴 过后我们看到到 更厉害就是当他出去 他被人家抓到的时候 在希腊跟这个保罗 然后怎么样 还用棍子去打他 打了以后呢 放他到监狱的里面 最后我们看到 当保罗当时在这个耶路撒冷 引起这个骚动的时候 那个前夫长把他带进去 这个军营里面的时候 就用鞭子拷打他 所以 我们看到这个是在讲什么 这个是在讲说 保罗他也是 他也是这样承受这一切 因为什么 因为耶稣的缘故 所以今天不只讲说 耶稣神的儿子这样子 今天保罗成为一个基督的使徒 他也是面对这样的情况 甚至还有其他的门徒 还有很多的例子 我们有放在里面 我们都知道这些的基督徒 因着主的缘故 被人家不断的羞辱 不断的折打 然后另外 拿你的外衣 内衣也给他拿去 你说这段有吗 有弟兄姐妹还记得吗 在耶稣的那个 在这个耶稣的这个 他的那个的衣服 结果在下面怎么样呢 就是在十字架下面 然后呢 就被人家沾碾了 就是他们这个冰钉 就把他的衣服分了 所以因此我们看到 耶稣其实在讲什么 耶稣说 拿你的外衣 内衣也给他拿去 耶稣当时是光吐吐的 被人家挂在十字架上 明明的羞辱他 所以这些的罗马冰钉 把他的衣服抢去的时候 就应验了他今天所说的 所以今天弟兄姐妹 今天耶稣在讲这段的时候 他不是在告诉你说 人家抢你的衣服 就内衣给他 他只是在跟你讲说 他就是用这样的方式 去回应这些仇恨 以至呢 这些的仇恨呢 才能够被化解掉 所以耶稣就讲说 你愿意人家怎么带你 你也要怎样带人 你就想说好 这样的话 我带他好 他现在带我不好 所以你会这样讲吗 因为你看 如果我今天 人家打我 我咒诅我 我就称赞他 他还是咒诅我 所以耶稣讲 是啊 如果是这样的话 接下来你要看得懂 他讲 如果你只是爱那些 爱你的人 这个罪人也是这样子 有什么可以仇恨的呢 如果你只是善待那些 善待你的人 罪人也是这样子 有什么可以仇恨的呢 所以因此这段话 我们来看的时候 我们大概可以这样理解 所以如果我们只是爱 那些爱我们的人 善待那些善待我们的人 其实我们跟什么一样 我们就跟罪人一样 那一些逼迫你的人 跟你一样的 因为你只爱那些 对你好的人 善待你的人 你就善待他 可是如果我们真的 要学的不一样的时候 我们就看到 那是很不同的 所以这段经文 我们看得到 这里他就给我们看到 你若是单爱 你若是善待善待你的人 借给这些 要期待他回 他讲说就是罪人 就是罪人 就是罪人 也就是说 如果今天我们只是爱 那些我们所爱的 其实跟罪人差不多 所以你讲说 这样我不要 所以怎么办呢 所以你要怎样呢 耶稣说 你们要慈悲 像你们的天父慈悲一样 这样你讲说 要怎样才能够慈悲呢 这样往回再看的时候 我们就知道 要怎样慈悲 圣经有没有 他前面有没有讲 有吧 第一个就是爱仇敌 然后第二个 要善待那些 恶待你的人 第三要借给人家 是不期待人家回 就是指望人家还你的 所以当你用这样的时候 他讲你用这样的方式 去回应的时候 他讲说你这样 就是在施展上帝的慈悲 所以愿你这样做的时候 上帝就赏赐你了 赏赐你什么呢 很大的赏赐 赏赐就是什么呢 你就必做至高者的儿子 所以讲到这里的时候 人家拿刀给你的时候 你不一定要用刀回他 你讲说 哇 你做初一我做十五 你这样对我 我就百倍奉还给你 不需要 耶稣说你可以用爱去回应他 你可以善待他们 所以接下来呢 他就讲了 你不要去论断人 我知道你心里面难受 你被这些人欺负 你被这些人恶待 你心里面难受 可是耶稣说 请记得 就算在这样的情况之下 你不要论断人 什么是论断 论断就是法官下判 那个叫做论断 所以下面那句 就是不能定人家的罪 所以耶稣讲什么呢 当人家这样对你的时候 把你抓到狮子坑里面 你面对那个狮子要咬死 你讲说我的命都没有 耶稣说你不用担心 不用害怕 因为杀身体 不能杀灵魂的那个 不要怕他 你要怕的是那个 可以把你的灵魂 丢到那个永恒里面的 那个火壶里面的 那个你才要怕 所以耶稣讲说 你不要去论断人 为什么 因为你现在心里 非常的难过 你非常的不爽 因为人家恶待你 你讲说 我因着这样子的时候 我好难过 而且这个是 你讲说 我还是为主的缘故 那这里全部的前提 就是为主受苦 耶稣讲说 你不能够下判 因为呢 定罪跟论断 不是你做的 你要做什么 你要饶恕 因为你饶恕的话呢 你才能够蒙饶恕 弟兄姐妹 你讲 不是啊 我们现在命都没有了 是啊 命都没有啊 可是不是你去论断啊 不是你当时去做法官 谁命你做这个法庭上的官 去定人家的罪呢 你没有这个资格 你也没有这个的意愿 你就应该学像耶稣这样 去饶恕人 在人家逼迫的时候 为人家祷告 这样的话 我很冤耶 我的冤怎么办呢 所以保罗 在这个罗马书12章 就给我们看到了 他说 亲爱的弟兄 不要自己伸冤 宁可让步 听凭主怒 因为经上记着 主说伸冤在我 我必报应 所以保罗引用这段的时候 保罗就用得很好了 他说 你的仇敌若饿了就给他吃 若渴了就给他喝 因为你这样行 就好像把 就是把炭火 堆在他的头上 你不可为恶所胜 反而要以善胜恶 所以因此在这里 就让我们看到 弟兄姐妹 整段的经文 耶稣就很清楚地告诉我们 为他受苦是必然的 为他贫穷 为他哀哭 为他饿肚子 为他被人恨恶 那是肯定会发生 当这些人对你不好的时候 你要知道 不是你来伸冤 因为神必替你报应 你只能够做什么 你只能够饶恕他 祝福他 你只能够去 去 怎么讲 带他好 去爱他 这才是你要做的 这样我们的冤怎么办呢 你要记得上个礼拜 我们讲过 这一些 饿肚子的怎么会饱足呢 贫穷的怎么会承受神的国呢 因为二十三节就说 当那日 你们要欢喜跳躍 你们在天上的赏赐是大的 你们的祖宗带先知也是这样子 所以呢 当那日 那日是什么呢 当那日就是当我们知道有一天 世界的末了 神的日子来到的时候 耶稣要来到的时候 大宝座来到的时候 大审判领导的时候 当那日我们要欢喜 我们要跳躍 因为呢 我们的冤终于可以生了 在那个时候 谁替你伸冤 耶稣说 生冤在我 我必报你 耶和华会替你生冤 所以因此呢 当那日的时候 我们欢喜跳躍 因为我们天上的赏赐是大的 这个赏赐是什么呢 这一段经文就告诉我们了 三十五节就说什么 他说 你必做至高者的儿子 所以你不单单是什么呢 你不单单是神的这个的仆人 神的这个的跟随者 你不单单是耶稣基督的门徒 现在你还可以做至高者的儿子 因为他必恩待那些忘 他必恩待那忘恩和那作恶的 所以我们就看到呢 这一些时候上帝必要来审判 并且呢 你看得到后面呢 他就讲了这句话 他说今天如果人家仇敌对你不好 你反而要加倍的给他 因为你怎么待人的时候呢 神也会回应 用你的方式来待你 他说你要给人 必有给你的 用十足 并且用十足的斗身 伸斗 连摇待岸 上肩下流地 倒在你的怀里 你用什么凉气凉给人 也必用什么凉气凉给你 这里如果我们这样看的时候 就看得到 他很明显的是在讲 当在审判的那一日来到的时候 耶稣就会跟 上帝就会跟你算 你曾经如何的带这些的人 神也会曾经的 会用这样的方式给你 如果你是带人好的话 神就回应你带人好 所以因此今天我们就看到 到底这段经文要讲什么 他说今天耶稣告诉你 你听到也要行道 你要做一个这样的人 所以当你因为耶稣的言归面对 逼迫的时候 你要记得爱仇敌才是你要做的 而不是要做其他的东西 你讲什么才是爱仇敌呢 就是第一 人家咒诅你 你祝福他 人家打你 人家欺负你 你要忍耐 人家去恶待你的时候 你要为他祷告 我们还要把东西给这些的敌人 甚至还记得不要什么呢 你不要咒诅他 你不要论断他 你不要定他的主 因为那不是你要做的 如果你这样子做的时候呢 1234567 那叫做爱仇敌 爱仇敌不是一个放在嘴巴里面讲的 爱仇敌是一个用行动去展示出来 哪怕是这些的人要置你死地 耶稣说你不用担心 因为生冤在上帝的那里 如果你如此行的话 你听到也能行到的话呢 今天你会得到最大的赏赐 你就是成为神的儿女 弟兄姐妹 今天上帝必会报应这些的人 我们今天身为神的儿女的时候 我们一直的喊冤 我们觉得我们很不公平 为什么这些的恶人 反而怎样呢 好像得到很多的赏赐 我们反而遭了很多的委屈 弟兄姐妹你要知道 今天这一个时间线里面 不是神要给你最终极的一个赏赐 你终极的赏赐是在永恒里面 上帝会给你的 所以神告诉你 不单单是如此 他的儿子先来承受这一切 他的儿子先为你跟我的罪 做了那个挽回戒 你要说你冤 你要说你有多少的不满 你要说你很多冤仇 很难过 难道耶稣不比你更冤吗 神的儿子出生在马草 神的儿子死的时候连坟墓都没有 还要借人家的坟墓 神的儿子被人家挂在木头上 羞辱 凌辱 鞭打 责骂 嬉笑 甚至还要失去生命 弟兄姐妹 耶稣都能够承受这一切 今天我们更是理所当然 要去面对这一切所到的 所以理所当然要做什么 爱仇敌 这个的仇敌是那个因信仰的缘故 逼迫你的时候 耶稣说你要爱他 你不可以恨他 你不可以咒诅他 今天信耶稣 我们还好在马来西亚 我们还有一个宗教自由的一个环境 可是在世界的各地上 我们看到作为一个基督徒 他真的好像圣经所说的那样 是要面对死亡 是要面对家破人亡 有的时候你做一个礼拜 可能炸弹就爆炸 教会的弟兄姐妹就因此生命失去了 可能因为你信耶稣的缘故 全个城市 整个乡村的人把你抓起来 烧你的教堂 甚至把你的家 把你的一切的东西都拿去 有的时候当你信耶稣的时候 他们就用回耶稣的方式 把你挂在十字架上 让你的生命失去 有的时候当你真正信耶稣的时候 你面对这一切 当你讲说这一切 你讲说主啊 为何这些事情发生 耶稣早在两千多年前 就已经告诉我们 这些事必然会发生 而他是先去承受这一切的 2015年2月15日 在那一天早上 这个CNN ABC NBC的新闻 就收到了一个的视频 这个的视频就让我们看到 当时这个占领 这个ISIS的这些极端分子 就抓到了在埃及的21名的基督徒 这些都是科普特人 所以他们就把这21个人 带他们到这个海边 然后在那个地方 逼他们 告诉他们 如果他们只要否认耶稣的话 他们就不用死了 可是这21个人 他们并没有因此而放弃信仰 在电视机的前面 或者是在这个摄影机的前面 他们口中默默有词 有一些埃及人 可以看口语的就讲说 他们才祷告 然后他们一个一个 就是被这一些的恐怖分子 就是全部斩首 他们都是真实的人 他们不是演员 他们都是这一些真实 而且活在埃及的人 所以这21个人 他们都是有血有肉 而且都是很年轻的 因为是工作 都是一些的工人来的 所以这21个人 就因此为耶稣的缘故 生命丧失 所以到今天呢 梵蒂冈 把东正教的大主教 他们也把他们 这21个人 把他们的尸体 后来就找到 把他带回来 放到埃及的 这个多玛 不是多玛 这个马可 马可的大座堂里面 然后呢 称他们为21个圣徒 就是殉道者 所以每一年的2月15号呢 埃及都会纪念 这21个为主殉道的基督徒 埃及不是一个基督教的国家 而是以回教徒居多的 可是当他们为主殉道的时候 我们就看到呢 当天 反而他们用这样的方式 让更多的回教徒 看到了基督徒的那个的 生命的那个的坚持 弟兄姐妹 当我们看到 这些的人 在被带往去 这个刑场的时候 其实我们要知道 我们的主 在我们的前面 已经走过了这个 又难又苦的道路 他自己先经历了这一切 他的生命 给了我们一个榜样 叫我们可以 因着他的缘故 我们也能够像他这样 走下去 今天这21个被斩首的 他们没有因此看到什么神迹 神没有什么拯救他们 可是 他们反而用他们的生命 去他们的殉道 见证了基督徒的美好 因此呢 他们就被认为 今天是这个圣徒 21圣徒 就在那个时候 亲爱的弟兄姐妹 信主 今天我们常常在 在抱怨的是什么 信耶稣今天在抱怨的是什么 是因为没有办法实体参加崇拜 哦 因为疫情 结果你很苦啊 还是今天 你有真正的事 努力的去传福音 而且因着为耶稣的缘故 你被人家嘲笑 你被人家恨恶 甚至被人家折打 被人家杀害 今天在全世界 好多好多的这些的基督徒 都因着基督的缘故 舍下了生命 我盼望弟兄姐妹 今天我们从这段的经文的里面 我们可以更看见 其实耶稣要我们爱仇敌 更是爱那些 拿刀放在你脖子上的这些的仇敌 因为信耶稣的缘故 他们要杀你 但是耶稣说爱他们 不要以恶 去胜过恶 乃是以爱 来转化恶 让他们有一天 看到基督的爱 让我们一起来 低头祷告 父神我们 在你的面前 感谢你 因为你 借着你的爱 向我们展现的 何为爱 这个的爱 是超越我们所思所想 今天我们这一些软弱的人 在你的面前 祈求你帮助我们 让我们的生命 可以在当中 继续的为主发光 主啊 我们的软弱 你晓得 但是我们把我们的生命 再次向你彰显的时候 求你带领我们 走过这些 被逼迫的痛苦的道路 我们愿意 愿为主 放下我们的生命 今天我们愿意 背起十字架 来跟从耶稣 求主帮助我们 奉耶稣的名堂告 Amen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